哈囉大家好,我是Chris,歡迎大家收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Unity 4.0的一個新功能 Mechanon 我們可以到Unity3D的書頁 在它這邊有一個Mechanon 然後打Learn more here 看看它新的功能 Mechanon是一個用在人型生物上的一個 新的系統 它主要是有一個新的叫做Avatar系統 它會自動去Catch這個模型的Rig 還有另外利用一個Controller Controller包含著 Blending Tree 和Stating Machine 那當然還有 IK Rig 可以控制它腳和地面的附著 一些手的 手和 那個 抓到一個東西上面去 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圖呢就是它新的一個 那個Avatar的Mapping 它會自動抓 模型的Nut 包含各個節點 然後呢它有一個Muscle系統 它會針對各個節點 去設置一個數值 可以各種不同的體型 它的一個幅度都去做一個調整 那你可以把動作調 套用在不同的體型上面 就會有不同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Blending Tree Blending Tree就是在做 假設我向前走 那 當向前走的時候 往右或往左偏呢 它會利用一個參數去調整 它的一個 Animation的Blending 那這個就是那個StateMachine 那控制一個角色 從Idle如何轉換到 像Climb 然後怎麼轉換到 Work Jump 再回到 Idle 等等之間 的一個轉換 它還是用倉數去控制 那這邊就可以調整它的一個 那個銜接的 感覺 好那我們 在這個頁面如果說英文 看不太懂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但它這是簡體的 一樣的 Mechanon Mechanon 然後進去 它會大概介紹這個 Mechanon的新的功能 那我們看一下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新的變化 我在這個 Game的視窗呢 可以看到模型它會往前走 往後走 當我們往後的時候 左邊一起按呢 它就會往左後方 右邊一起按它就會自動 往右後方 前跑右跑 左跑右跑 這就是那個 Blending Tree在處理的 那 怎麼樣從 idle變大 往後手 往前走呢 這個就是 Statement 訊息處理 然後碰到一個東西 在落下來 然後 翻滾一圈 然後空白鍵是跳 等等 就是用 Statement 訊息控制 然後最後還會講到 就是 IK RIG 就是像 按住Control 你會發現它的頭 被這個雷射光 引導去對著它 你看起來好像是它頭 直接對它 其實是 它是利用這個目標去 引導頭的移動 好那接下來的範例會 教大家怎麼去做 處理這個 Avatar 還有Controller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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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